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球下方悬挂的塑料袋装着废纸、塑料瓶等垃圾 说不含有害物质 由于气球下方捆绑的袋子内含有多个塑料袋 若其在空中破裂 每个袋子就会分散漂浮 因此气球数量和塑料袋的数量并非一致 他连参表示 由于作战保密考量 去气球的具体坠落地点不宜公布 这具体坠落地点这都是不易公布的 然后说这是朝鲜纪念的第14次投放垃圾气球 反正这点 然后再结合这两天的一些最新的形式 最新的一系列大事 我们林女士这两天一直没有点评 我们想听听林女士 点评一下 分享一下 是路德先生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觉得对朝鲜这个新闻 感觉上就是 中共跟俄罗斯 他们会就是不定期或者是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进程 对于朝鲜的配合 那朝鲜你看 可以感觉到他是有一个节奏性的 当其他的点证布局的进程 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时候 又会要朝鲜出来闹闹事 发发这些弹道导弹 或者是要他又借着所谓的 军方的这种演习啊 或者是在军备的视察方面 然后做一个对南韩的威慑 那在这个部分也 听喝到了 因为安田文雄他将要离任了嘛 所以他这几天也是到韩国 再做一次的拜访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相关的 所以朝鲜又对南韩投放这些垃圾气球 那这样子的作为其实也都是让韩日 会对于这个中二朝的这个部分 会更谨慎之外 我觉得另外的谨慎部分 是不是也要对于这些垃圾气球 它除了是没有放射性物质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生化的成分 我觉得这个都也要密切的注意 因为生物武器生化武器 还有这些辐射的放射性 包括脏弹性质的部分 其实都是中共跟俄罗斯的长项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美日韩 必须要再更注意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可以感受到美方在最近 因为对于孙文的这个抓捕 激压对于整个美国的整个情报界的生态系 就是中共国在美国欧望纽约或者是其他州 我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因为黄平的离开纽约 然后对于整个纽约的这个掌控力度 是不是就因此大大的下降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之前也有请教一下路德先生的看法 自己是觉得说美方在整个对于中共国渗透 美国将近四十几年来的这种绵密布局 那在这个过程美方要怎样子一一拆解中共的这些渗透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从之前的对丫头的这个反击 然后还有对南部走线的披露报导跟追踪 还有对于整个包括法轮功事件 那法轮功事件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 所谓的这个福特台风的这种骇客攻击啊 还有这个911这种5S的这种骇客的行为 那这些的披露都会让我们看到美方的出手 就是对于中共国或者是跟中共国相关的这些 不管是统联或者是这些第五重队或者是中联隐蔽战线这些的特工行为 包括清冷计划这些行为 美方的拆解的步骤其实是有分阶段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也对于中共国怎么样渗透 或者是去借着旅游或者是其他的名目来靠近美军的各个不同的军种的基地 然后借着这些要来盗取美国更多的军方的这些机密 那也因为也配合着中共的这些在美国投资的大厂 那这些厂买的不管是农业用地或者是他们厂房的用地 也都很靠近美军的基地的这个部分 那让美方的警觉性对于中共的这些购买农地 或者是其他用地的行为都一一的禁止 或者是一一的解除这样子的中共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都让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它是有一个脉络 在一一的去如何去瓦解中共的绵密布局 那我还记得就是在路德市面所了解到的 就是除了说是像春文这样子 在美国的行政单位政府单位做一个 比如说像这种父母寮长的这种职务 那已经都非常靠近这些政府的行政核心 那另外还是有非常多的包括在五角大楼 或者是在各个国家实验室 也都有中共的这些特务潜藏在里面 然后潜伏了三至十年四五十年 也许这样子经过了两三代的这种混血 那也没有人知道其实它也是中共的一个暗线 一个棋子 那这些我相信美方都会有办法 透过一点一点的这种沙茶去挖掘出这样子的特务 那包括是雷们提供的最顶级的最机密的这些情报 我相信对于美方在提出这些 包括在五眼联盟 对不起在那个五角大楼里面 或者是各个国家实验室里面的这些 特务人员可以一一提出的话 这种危害性我觉得也会去慢慢瓦解的 我们就是自己一点看法 对不起先生 谢谢 好 你点评一下这个柯文哲的事分享一下 好不好 又被羁押了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还刚出来 这次又羁押了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陆远先生讲的其实是非常详细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的事件是发生在台湾 那虽然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是 就是中美在台湾的角力就是借着白色的民众党的这个变化 然后可以看到美方跟后面红色势力 他怎么样去操弄中共 中共在台湾的立法司法的这个层面的搅局 那当然这个民众党 当然如果说柯文哲被当成妻子的话 民众党还是可为中共所运用 因为还是有他的这个政治资产的 那他也可以跟国民党在绑在一起 那他也可以再透过其他的代理人上来 然后再趋西附年轻人的注意力 然后瓜分掉民进党或者是瓜分掉赖政府 他们想要做对于更倾向于美方或者是自由世界联盟的这个进程 做当中的阻碍跟搅乱 我觉得这个也都可以在柯文哲的被羁押 或者是他在提抗告的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当中的角力 而不是只有柯文哲个人他的利益 但是也因为说实在的因为是列宁是组织 或者是有点像黑帮在背后的这种角力 所以可以看得到虽然中共或者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的这种政治协调 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为了除了党的这种民意去做政治上的协调之外 还有他们个人自己偏私的利益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很容易 其实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会有很多变局 所以这种变局其实感受的是 中共不见得可以完全去操控的 所以有时候这些变化当中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自由联盟的这种价值体系会能够得以彰显 就是因为有很多像在面对柯文哲这种事件的很多 不管是文官或者是其他不一定是民进党的 而是一般的民众觉得整个台湾的民主进程的发展 有像柯这样子是一个十年前说要 力图改变蓝绿的这种现状的状况 然后做一个翻蓝的改革 到十年之后他反而是比蓝绿都还不如的一个贪污的党 然后这个党又不是只有柯一个人是谎话连篇 而是整个党的沉沦 几乎面对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 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说谎话连连 然后也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让民众去相信这个党 他的政治理念或者是他们党在遇到这些危机的时候 应该有的正确的立场 反而是向柯去力挺的话 让民众感受到的只是你是力挺一个贪污的人 所以本身你们就是是非不分的 那一个是非不分的党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过往一些党国的利益就是是非不分 跟黑道白道这样子的挂钩 这个都是民众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更何况现在明明科文者本身就有那么大的罪状罪证巨逐 而且证人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证人都出来指控了 而且这些呃陈唐政共都是呃一一的都给呃检方做收拾 那呃所谓的金流其实也有查到了 那只是说要查到的这些金流 呃会不会越越查越多 那对于呃科文者的积压 还有审讯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呃民众党的其他的党员 还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有呃依着司法的这个真正的中立的观念去面对他们的党主席的问题还一味的挺党主席的话 其实就会让我们呃觉得非常的呃惋惜 然后一方面也会觉得说不可思议 人的呃实际上的辨别是非辨别的能力如果是呃完全没有的话 你这个政党也没有呃所谓的理念可言呃可以看得到的 只有是背后我们手来做一个政治的操弄而已 那你如果说一个政党是假假面的第三所谓的第三势力的党 但是你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红色势力在后面操弄的话 即使百姓一般的民众也都可以感受出来的 只不过在台湾一般人很少吧 就是把民众党跟呃蓝白的结合 然后是很深入就是很比较深刻的去跟中共绑在一起 但是在言谈当中他们其实也都知道呃可其实跟中共 其实也没有不无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些呃 也有很多的事件其实也可以让呃整个国际看到呃台湾的为了呃自由民主的进程当中 在司法方面有非常多还要再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但是也因为咳嗽整个媒体舆论的去做评论 所以其实也有呃呃媒体方面的监督力量慢慢出来了 可以去导正很多不公不语的事情 这是一个方面 然后当然这个部分呃也可以看得到呃全世界也会关注到整个呃台湾在政治方面的发展的成熟度到哪里 那台湾在政治的发展前景还要更加的努力 然后在整个国际地缘方面的概念跟危机感还要再更加强 我觉得这个都从一个新闻世界当中可以一直一直不断改进的 路德先生再见 好谢谢林女士啊一期合成分享这么多 再见待会我们待会谈另外一个话题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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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